随着气温下降水痘进入流行季节 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 最近几周水痘的门诊人数有增加了趋势 台东县虽然没有接获感染通报案 不过由于水痘具有高传染力 而且可以透过空气或飞沫来传染 因此卫生局提醒民众留意家中幼童健康 按时接种疫苗来预防 天气转凉时序也正式进入冬季 民众务必慎访流行病传染 尤其水痘和流感疫情预计逐渐升温 浩发于冬季及早春的水痘 虽然不是需要强制隔离的传染病 但传染力强可透过空气或飞沫传染 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孕妇以及成人 都被列为高危险群 他身上的那个水痘的浓疫 或者是说病人他可能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空气也是有可能靠传播的 潜伏期的话大概是有三个礼拜之久 所以说就是在您可能接触到一些水痘病人的话 你可能在这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之内 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水痘门诊就诊人次略需增加 近四周就有16起水痘群聚事件 现阶段台东尚未传出疫情 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能掉以轻心 家中幼儿应按时接种疫苗预防 那个预防接种一直都是最有效 也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所以说家里面有40的儿童的话 请父母或是家人 务必带小朋友去医院或诊所定期的接种 卫生局也呼吁 出现疑似症状者应尽速戴口罩就医 隔离期间也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做好呼吸道卫生与咳嗽礼节 防范病毒传播 记者家会台东市报道